大家好 歡迎收看南達科金舌頭 今天的金舌頭呢 終於有這個新歌Daily贊助了 哎唷 不知道他是慧眼神英雄 還是這個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獄無門你天床 似乎我 不知道是我 沒錯就是我們大家耳熟能響的麥當勞 除了他們的炸雞啊 可樂薯條啊 還有漢堡啊 廣為人之深受喜愛之外 沒曉到他們的麥咖啡也推出了五款 法式點心麵包 有人吃過居然評測它 是被素食店耽誤的麵包店 不太可能 怎麼可能啊 這個一定是有 跟我一樣嗎 我們好話還是照講 但如果是不好的呢 我們就先講小力一點 大家心領神愧就好 即刻開始 哇 真的要小力一點啊 我怕收不到錢 還是會收到船票 有收到錢啊 後面怎麼還有一張 法院通知書 先領後面 好那第一款呢 就是大家其實會在很多麵包店看到的可頌 但我覺得賣咖啡的可頌 非常的巨大 我們對於可頌的期待呢 就是它非常的酥脆 喔喔喔喔 不錯不錯 裡面就是有點像那種蜂巢狀的 空心的狀態 你看它外面的這個可頌的皮啊 就吃起來會有卡絲卡絲的口感 但大家眾所都知道啊 可頌的做法啊 就是黃油 就是所謂的奶油 用量非常的多 容易做出來的可頌非常油 但是我覺得它今天的這個可頌呢 我覺得還好 就是它的奶油的香氣是存在的 可是重點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可能路途太久 你可能覺得它就冷掉 我覺得就是直接加熱 像這種派絲類的麵團 都可以加熱再吃 其他會把香味跟口感再逼出來一次 大概五分鐘就好 它就可以回到它剛出爐那個樣子 它第二碗可頌呢 是有加料的 是巧克力蒸果可頌 它外面是長的就是 你說顆粒 又有帶顆粒 就是裡面會有土一點巧克力漿 哇 看起來很好吃欸 好香喔 我告訴你 加了之後那個香氣真的是直接爆出來 我就喜歡吃這一塊了 就是土滿巧克力的這一塊 哇 哇 原來它味道真的太濃了 所以我已經餓了 有點餓 吃看看吃看看啊 吃看看 你看看 這種派絲類的麵團就是要吃剛出爐的 好好吃喔 那巧克力醬不會太甜 會有蒸骨的香氣存在 然後那巧克力醬我覺得 跟原味的可頌比較起來 我會比較prefer這個 它有加一點巧克力 其實是整體的香味會幫它提升 而且它麵團是直接法國直送台灣 然後在店內直接現烤 哎唷 法國來了 法國了 坐飛機來了 我們今天都是大爸爸欸 大感覺 一下美國一下法國 那它那個可頌價錢都一樣嗎 都是五十塊 都是五十塊 對啊 如果價錢都一樣 我一定選這個 你一定選巧克力醬果 對啊 第三個幫大家開箱的這個是 藍莓麥片丹麥卷 一般市面上比較少看到啦 而且上面真的是 完全是滿滿的麥片 它要表現應該也是這種派絲類麵包 這種酥脆的感覺 丹麥卷算是一個很大類的麵包的統稱啦 它的底下有很多 像是有圓形的方形的 像這種就是捲起來的 在丹麥卷裡面的分支 它的小孩裡面最有名的就是可頌 那只是可頌啊 形狀比較特別 所以它還被取了一個叫可頌的名字 話不多說你直接吃 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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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個就很有誠意欸 就是一層一層 然後酥皮這樣子 一層一層 如果以今天這個品質來說 這一個是滿不錯 因為你看它裡面全部完全是很蜂巢狀的 幾乎沒有實心的部分 嘴巴的那個厚重感就不會那麼重 因為它有空氣 然後再配上它本身麵糰沒有很甜 然後再搭配上果醬的酸甜 吃到它的用心啊 另外它上面這個麥片 我覺得是畫龍點睛欸 它在嘴巴裡面多一個口感 是還不錯的 我覺得這一個的層次 明顯豐富蠻多的 讚 一個蛋字出現了 蛋 它講副品了是不是 最重要就是這個 雖然我們今天就是有五種的這個麵包體 但麥湯他就是想要用酥脆 來收服大家的味蕾是不是 我覺得他每個東西都搞得很酥脆 到底為什麼 那你剛好也是喜歡這種酥酥脆脆的麵包 所以我是剛好就是喜歡這種有層次的麵包 不是那種像吐司那種 喜歡有硬的有脆度的 而且我本身也喜歡酸的東西 所以它裡面放這個藍莓醬 我覺得是很棒 第四款呢是葡萄 葡萄 不是葡萄 不得葡萄筆 吃到沒有香音 第四款呢是葡萄乾卡士達捲 就把它捲成像伊藤如鵝的漩渦一樣 不要 還有兩顆眼睛 兩顆眼睛的鼻子 蛋麥捲的最正統的吃法 就是在裡面會加上卡士達醬 或者是果醬 你在哪 你在哪 黃黃那個就是 黃黃那個就是 什麼意思 第四個這個葡萄乾卡士達捲 沒有太表現出它的卡士達本身的特色 味道比較大 對 味道被葡萄乾有點搶著 麵團其實我們都已經知道 它是用冬日奶油去做的 所以其實每個麵團都有一個濃厚的奶油香 一般對於卡士達的認知 可能是有蛋的香氣和牛奶的香氣 但這個卡士達明顯 只有一點點這種卡士達的口感 但我覺得它沒有很多的奶味 所以變成說葡萄乾的香氣反而還比較重 好 阿 會不會 會不會 要被搞了嗎 被扣了五分之一的錢 對啊 葡萄乾跟那個卡士達比較不搭 很少有這樣的搭法啦 如果是你的話 把卡士達抽掉啊 乾脆就是葡萄乾就好了 除非它的卡士達 我就可以再煮的 像抹醬那樣 他們會做這樣 已經有很多的考慮的原因 但如果是我 我以手作的角度去詮釋它 我覺得我那個醬會調的比較水一點 保留更多的奶香 好 第五款呢 聽說是他們的那個搶打商品啊 內餡都滿脆 對 是怎樣啊 整個旁邊都是肉桂 真的比較像一層論二的漩溝 真的就是漩溝啊 我們這個業配是一層論二的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從它的外觀上來看 第一個它比較扁一點 第二個它比較寬一點 喔 喔 很脆的感覺 兩條一起吃 一次吃兩條 欸 好香喔 它肉桂用的應該是好肉桂 嗯 好肉桂是香味比較濃還是說什麼 對 比較溫和啊 其實有兩種肉桂 一個是中國的肉桂 兩個是西蘭肉桂 西蘭肉桂比較貴一點 但它吃起來很高級 很溫和 我們一般外面常見的那種調味的粉 就是中國的肉桂 會帶一點刺激 但我覺得它的肉桂香 是有點高級的那個肉桂香 它中心還保留出麵包的那種感覺 麵糰的濕潤感是在的 等於說它外面酥脆 裡面是紮實 然後富含水分 然後肉桂本身的香氣也滿高級 而且很有誠意 你看 它裡面這一邊 哇 好滿喔 好滿 而且很有水分 那肉桂塗的真的是多欸 喔 這裡面好好吃喔 好像塗的比你們店裡還多 對啊 用料比你們實在 這個才賣50塊 一半的感覺 謝謝 難怪人家會說它是被素食店當那個麵包店 所以你覺得他們素食沒有到 他們秀水我只是 這個競爭力很高欸 50塊 是嗎 50塊 然後他們 賣咖啡還好出飲料 這樣搭它會變多少 40塊 幹嘛啊 所以他們搭飲料還有得10塊錢 這樣子我們也被他們付得起 怎麼可能人家是全球連鎖 你看 今天Nalako呢幫大家開箱5款呢 可以在麥卡牌買到的這個麵包 但它今天給我的感覺 因為我一次買起 所以我覺得它的麵糰其實就是用一樣 所以對我來說呢 可能就是只是在這個造型啊 跟它的內餡裡面去做變化 但如果你一次買一個 我就覺得你就是挑 你喜歡吃的 其實它會吃得到 比一般麵包更酥脆的口感 我覺得是他們想要表現的特色 就是麥剛好想要什麼都很酥脆 他們的麥脆雞 你看脆雞 然後這個就是脆麵包 對這除掉也脆 但是脆包 但是我覺得它有個最佳賞味器 你可能要看他們是不是剛剛出爐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能就是自己還要拿回來 再稍微加熱 我覺得才會吃出這種泰式麵包的 香氣跟口感 然後另外一個像這樣的 原物料去做的麵包 通常還是會有一點油膩 就是真的沒辦法 因為你如果看過千層酥皮的製作方式 你就知道為什麼會那麼油 它才有辦法表現出這樣的口感 一層油折起來對折 好的 今天的南拉高的金舌頭呢 也還是要幫大家選出一個 我覺得我會再回購的這個品項 我主推的是這一個 肉桂捲 我覺得它會吃出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其實市面上的肉桂捲 每個人表現形是真的都不一樣 這樣的這個變化 這種造型 這種手法 然後再搭配上他們取得其實蠻容易的 還有它的價錢真的是蠻親密的 現在這種脂米肉桂捲 每個都排得要死 如果你想吃看看不同的口感的肉桂捲的表現方式 我覺得透過買咖啡 說不定是一個蠻方便的一個途徑 所以只要大家去看我們的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我們會把有在賣這些法式點心麵包的這個門市列給大家 你可以就近尋找就是最方便可以取得的 用銅板架就可以買到這樣子 其實真的非常特別 口感非常酥脆的這個麵包類 好今天呢我們的SugarDaddy麥當勞呢 我就是願意這個飛蛾撲火 讓我就是用舌頭幫他們拼 幫他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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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希望說我們的SugarDaddy 之後如果再繼續開發新的品箱 就別忘了Nanako的舌頭 你是哈巴格 各位粉絲如果還想要看這個主題呢 什麼企劃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Nanako 電視點點訂閱每個禮拜四 每個禮拜天更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欸不是要吃一下那個嗎 這個 他到底有賣這個新的 試看看 大百發現他們最近有個新品是 這個 這什麼 蕎麥芝麻 蕎麥芝麻冰 蕎麥 蕎麥芝麻冰炫風 現在老個20歲應該會喜歡吧 芝麻很不青少年的口味 你知道嗎 怎麼樣 蠻好吃的耶 而且我覺得他那個蕎麥啊 放的是恰到好處耶 蕎麥耶 好特別 蕎麥還有一點脆脆的 一咬破啊 那個蕎麥的香氣是 沖濕在你嘴巴 卡滋卡滋的好好玩喔 對啊 你的牙縫也卡了一個蕎麥 我的字池後面又卡住了 我每次吃東西字池都會卡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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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